旗松 灌石 云海 温泉 两亿年的时光雕刻了黄山的金氏风骨 如今中国人正努力守护这方青绿 续写山水传奇 无论是山顶 悬崖还是陡坡石缝 只要有一点生存的可能 黄山松都要深深扎下根努力生长 为了追逐阳光和水分 它们在林立怪石之间顺势而为 制风沐雨 展现出奇特而优美的姿态 2022年深秋 这棵千年齐松 银克松 刚刚完成第五次全面体检 针叶色则怎么样 松针和鼎牙长长了吗 树皮内有没有藏着害虫 一番精心地问诊后 专家们一致认定 银克松长势良好 除了定期体检 日常巡护也不能少 这是我们刚刚换过的 银支撑感件的传感器 主要是对银克松这个 滋干的一个受力进行查看 山林深处是黄山的脉洞 是生灵共舞的天堂 不光是古松树拥有专属的体检 黄山的山峰还有两至四年轮休期 可以享受贴心的清洁医疗服务 世界衣裳委员会对于黄山的评价意见呢 是这么说的 黄山在中国历史上文学艺术的鼎盛时期 曾受到广泛的赞誉 以震荡国中第一骑山而闻名 齐绝的山石和倔强的松树 赋予了黄山卓尔不群的气质 古往近来 无数文人莫克尽相描摹他的滋容 气韵 精神 只有黄山诞生了中国唯一的以山岳命名的画派 人们爱他的雄魂俊巧 更爱他顽强的生命力 在山巅 在峡谷 黄山给出生命最极致的可能 那些多彩 坚韧 独一无二 而奋力生长的样子 组成了黄山最动人的表情 也是对这片山河最好的注解